李彩華 今天帶媽媽和老公 一起去屋邨派口罩 給有需要的公公婆婆 不過訂口罩的過程 好像有點阻滯 其實我們安排了一段時間 但因為之前的口罩 一直都未來 有些口罩都脫了期 所以就飛不來 後來就重新再找另一家去訂 前兩天終於到了 今天就來派 其實他們兩個都是昨天才知道 今天要來派口罩 因為這件事是我和阿智小姐 兩個我們策劃的 昨天就終於定了今天來派 所以就昨天跟他們說 剛好老公就回到香港 所以叫他一起來派 原本計劃今年會補版起酒的他 現在因為疫情關係都要改期 是啊 因為之前都有想過是今年的 但幸好我們什麼都未看 還有今年疫情 可能很多事情都會退後 例如工作一樣都是 之前有很多工作 現在都沒有辦法去繼續做下去 所以都會等過了這個疫情之後 才會再去看 因為都希望現在大家 同心合力一起抗疫之後 可以大家快點沒事 正正上去繼續去工作和生活 那會不會趁現在和老公多了時間見面 進行了做人大計先 現在不是自己都害怕 我去醫院那些 所以都盡量不要住 我覺得 還有又覺得 都還有時間的 還有我發覺原來 以前就很想快點結婚就生 但到現在這一刻 又覺得咦 原來都可以享受一下二人世界 所以希望可以盡量出面 盡量出面